嗨 大家好 我是美乐 嗨 我是阿丹 今天是我们在东京的最后一个晚上 然后我们这几天呢 去了东京跟东京的周边几个景点 所以我们想说来帮大家整理一下 东京五天四夜或者是六天五夜怎么玩 先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房间 很小 真的是很小 我们订这个房间呢 是在前草跟上野的中间 虽然我觉得地点上 因为我们是骑脚踏车 所以对我们来说是蛮方便 我们要去上野搭车的话 就去上野搭车 或是前草搭车的话 就去前草搭车 这两个车站它都可以特别到 特定的几个区域去 对 然后我们住这样子呢 一个晚上是两千块 很小一间 对 算是很划算 对我们来说 好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一次的网路 是用VSIM的E-SIM 那我觉得我们这次的网路 使用上来说 不管是传书啊 看影片啊 传照片啊什么的都很顺 然后我觉得最棒的是 就是在设定方面非常的容易 在飞机一降落 开启E-SIM功能的时候 马上就连到网路了 非常的方便 这个E-SIM我们已经用了一阵子 像是我们去冲绳 像是去北海道 像是去大阪 我们都用E-SIM 还有沙巴 那一开始 我觉得其实老实说 我不太习惯 因为就要这样设定设定设定 然后要去学 学信东西 其实我不太习惯 但是用了几次之后 我觉得我还蛮习惯 蛮上手 而且用起来很方便 然后我也开始跟朋友 分享这个东西 因为它不用换卡 我就不用换卡 真的是好方便 当然如果不习惯 用E-SIM的话 其实它也是有实体的卡 那实体的卡呢 它就是这样子 然后打开里面 它就有附贞 就是跟换卡一样 这样子 然后如果要购买实体的卡的话呢 在桃圆机场它都有贵位 可以直接做领取 也是蛮方便的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想要把这支影片呢 分享给第一次 在准备东京制作旅行的话呢 可以怎么样安排行程 然后可以去哪里 然后还有分享一些 我们有吃到哪一些 觉得好吃的东西 对 那在东京这一区 其实真的是蛮大的 五天事业 可能其实真的是不够晚 其实很多人 除了会去东京 几个热门的景点之外呢 还会去一天到两天的迪士尼 我们先把迪士尼排成一天 接下来呢 可以把东京分成三个区域 一个区域呢 是我们住的这个台东区 那在台东区这边呢 可以排一天到两天 一天的话呢 时间会比较赶 那两天的话 会比较充足的时间慢慢玩 那台东区呢 一个最大的景点呢 就是浅草寺 对 还有上野动物园 对 那浅草寺呢 是大家来到东京 一个非常非常必防的景点 那那个地方呢 不只有白天 其实晚上 拍照起来也都是非常漂亮 浅草寺呢 它本身它是没有围墙的哦 所以其实你可以自己去安排 你的行程路线 去规划你浅草寺 要怎么样去安排 去怎么样走这个路线 在浅草寺那边呢 也有一些徒步区啊 那边有卖很多吃的啊 然后商品啊 这类的东西 还有伴手礼啊 这种的 然后在浅草寺那边啊 大家最知道的拍照点就是在那个 雷门的下面那边拍照 然后在浅草寺旁边呢 有一个新景点 它叫做浅草恒丁 它是在一个墓里面 拍照起来我觉得蛮漂亮的 但是吃东西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不用去那边吃 嗯 是可以去拍照 它是个新景点可以去拍照 那在浅草恒丁这一区呢 有唐吉克德 然后还有一个 我们今天有去吃的一个叫做 POPPY STREET 它就是一条居酒屋的街 然后大家都会坐在路上 然后就在那边吃 像穿梢啊 炖煮啊 喝啤酒啊 聊天这样子 那大部分在那边的客人 都是当地人为主 结果我们走出来之后发现 在浅草恒丁的外面这衣服 还都是居酒屋 而且都很多人 你看 反而我们在上面人还比较少一点 对 所以价位也许会比较亲民一点 嗯 像你看那边也要写一串150 然后我们在上面有一串250 哈哈哈 差不多 可能有一些店家呢 对外国人会相较有一点点那么的不友善 这样子 像我们在那边找位置也是找了一下子 对我们就这样 两位 嗯 哎哟 嗯 然后在浅草这边呢 我们有吃到几间不错的餐厅 第一间呢是叫做浅草牛光 第二间呢是一间鰻鱼饭 第一间浅草牛光我觉得超级好吃 大家一定要去 然后它在京都也有一间 这一间是第二间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有先定位 但是看起来好像也不太需要排队 在京都的话那间就要排很长的队 你觉得怎么样 你的好吃吗 这个是改成挖骨的 会是2900 我这个是没有加肉份量的牛肉 这是1200哦 所以台币才200多块钱 然后 如果说你要加1.5倍的份量 加440块日币而已 对啊 我可以每一天都来吃 这个比较嫩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吃 这个就超级好吃的 而且我这间加饭 还是免费的哦 嗯 很快 然后鰻鱼饭是在车站的附近 它是一间小小的店面 里面没有几个位置 大概十个位置左右而已 然后它的鰻鱼CP值很高 然后六百宴以内 我就吃到了一份鰻鱼饭了 对 我点了也是大概半只吧 就是九百多块日币 对 可是它里面就是烟雾弥漫 就是烧烤鰻鱼的烟雾这样子 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去 对 整圈烟雾弥漫 天哪 嗯 确定没吃火了 怎么 几乎要先来吃啊 这个五百九十 嗯 就是小菜的 哇 不错耶 我这个九百六 你那个五百九 哇 我们知道在京都吃一份 小小的 三千多 对啊 三千多 来吃吃看 味道怎么样 然后我们还加点点一个蛋 嗯 很厚 可是也比较厚 蛮厚的 你看看它有多厚 很厚啊 这也是我喜欢的这种厚度 然后它在酱油 我觉得也很好 我本来在想说会不会是因为很便宜 所以我觉得好吃 但不是 它真的是好吃 嗯 因为通常便宜我就会加分很多 嗯 便宜的话就影响到CP值嘛 对 反正可以 撇除掉这里的烟 对 哈哈哈哈 这个玉米烧烤鱼 还有鰻鱼耶 这个三百八 里面还有鰻鱼 然后在浅草这边呢 可以顺便玩东京的晴空躺 然后如果说在晚上 或者是吃饱饭 想散散步的话呢 可以去一个叫雨田公园的地方 这边有个步道可以走 然后那边也有几间咖啡店 还有河滨公园 然后在浅草小吃呢 大家会去吃一些炸肉饼 或者是大阪烧 台湾鸡排 哦对 那上野动物园呢 也是大家在台东区会安排的一个行程 然后里面追逐你的动物就是熊猫 现在有四只熊猫 两只是twins熊猫 然后两只是大只的熊猫 原本就有的这样子 然后在樱花季的时候 那一整个公园全部都是布满了樱花 大家都会在那边野餐啊 这样子 那如果你像我们一样是喜欢逛户外用品类的话呢 在上野的前一站 有一个叫做御图亭的地方 这边呢有很多逛街的 像是YS Road YS Road是在东京很大的一个脚踏车点 Montbell在这边也可以逛 或者是像是有一些登山用品啊户外用品在那边也都找得到 那如果说时间充裕一点想要把行程再浓缩一点的话呢 可以把秋夜园也排进去 很多动漫的地方 还有电器 如果说是喜欢日本的动漫游戏 或者是想要逛Big Camera的话 都可以在秋夜园这一区 然后我们在秋夜园这一区呢 我们有吃到一间很好吃的拉面店 这间在网络上的评论比较少 但是在Google Maps里面的评价非常高 Thank you wow 你看好热 超厚的耶 好丰盛 然后一直还有两种肉 这是他店内的招牌 然后这个是蒜味的 好吃耶 本来是4.9克星的 我刚刚吃了一口这个厚的肉啊 他咬一咬 他有点甜味耶 带芳芋的甜味来耶 那一盒上我有這個 它這個蒜香很香耶 不錯 這些點我們都會把它打在下面 讓大家參考 還有一間炸牛排 也是我朋友在秋葉園有推薦給我們的 然後在秋葉園這一區 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 會有cosplay的人站在路上 然後問你要不要去他們的餐廳 他們的餐廳可能會有一些表演 他們就是穿著女僕裝 然後你走在那條路上的時候 兩排的穿著女僕裝的女孩子就會 嗨嗨 我就這樣看看 對 好那台東區的行程呢 大致上就是這些 那下一個要跟大家推薦的 是在中央區黃居這個地方 黃居呢在東京的車站附近 很多人會在櫻花季的時候 到黃居這邊 因為這邊也是種滿了櫻花 非常漂亮 然後在中央區這邊有銀座 那如果說是想要逛非常精品的人的話呢 可以在銀座這邊逛街 任何國際的大品牌全部都有 然後在銀座有一間uniqlo呢 它是全日本最大階層的uniqlo 它總共樓層呢 我記得是12層樓 對那時候因為我們下雨天 所以我們就進去奪雨 然後呢 我們還喝咖啡 對它12樓是咖啡店 然後還有銀座的特色的uniqlo tea 我們就進去喝咖啡 然後就買了不少東西這樣子 買不到其他的經典買uniqlo 買不起 然後在中央區呢 還有個大家都會去的地方呢 就是竹地市場 對 那在竹地市場呢 非常多人會去吃海鮮 對 但是大家呢 在竹地市場呢 非常多人會去排隊的 三間餐廳 第一間呢 叫做狐狸烏牛洞 那間主要是賣牛肉洞 然後還有一個是內臟洞 我看很多人都有加一顆生蛋 或者是溫泉蛋 然後另外一間呢 是吃飯糰的 那一間我們沒有吃到 不過我非常多人推薦 吃他們的半熟蛋飯糰 但我也有看到有人說 除了那個蛋飯糰之外呢 其他的都是 都還好 差不多 這我也不清楚 好多飯喔 你看從牛洞到飯糰 都是飯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大家都知道的玉子燒 玉子燒真的超好吃的 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玉子燒超甜 咬起來就很juicy 我本來忘記我之前來過築地了 然後我一咬 讓那一口玉子燒 我就想 嗯 我來過築地 配花了 然後東京鐵塔也是在這附近 也是可以把它排在一起 一起去玩的一個地方 在東京鐵塔這邊呢 就是有人會選擇 搭到東京鐵塔上面 去看風景 對 或者是在旁邊的公園 支公園那邊 拍到東京鐵塔 也是很漂亮 那中央區玩到這邊 如果說還想要再擠一點的話 行程再擠一點的話呢 可以把台場也排進去 台場呢 就是在竹地市場 下面一點點 一個濱海的一個區域 那那邊呢 大家就是會去逛街啊 然後會去跟一個 小的自由女神像拍照 然後還有 大家會去那邊跟鋼彈拍照 好那接下來下一天呢 就是一個逛街 跟逛街奮鬥的一天 就是新宿區跟澀谷區 新宿區跟澀谷區 它就在旁邊而已 然後它是 就是非常好逛的一個地方 對 超級多東西 不管你想得到的任何潮牌啊 或者是一些大品牌 也有 戶外用品店也有 然後在新宿區呢 有個新景點叫做 東極歌舞祭廳Tower 它是一個新的飯店 然後在飯店裡面呢 它有一個歌舞祭廳風格的一個 吃飯的一個區域 那那個區域呢 它裡面有賣日本 全日本從北海道到沖繩有的餐廳 而且它還是開24小時的 那如果說有想要玩密室逃脫 也可以在那邊玩 我覺得要住宿的話 我蠻推薦在新宿區主的 因為在這邊呢 就有雨田跟澄田的直達巴士 對 可以從這邊出發 然後在新宿這一區呢 大家會非常推薦去吃一間天婦羅的店 這個一樣把它點在下面 然後還有一間炸牛排 也都是大家非常推薦的 然後在新宿這一區也很多人會去一些 像是咖啡店啊 那邊都有很多的特色咖啡店 或者是一些好拍照的咖啡店 新宿育苑呢 也是一個大家到了新宿 都會去那邊走走的地方 然後在新宿呢 北邊一點有個叫做池袋的地方 那個地方是個比較文青的地方 比較少人在第一次來到東京的時候 會安排那個景點 但是可能在第二次的時候 回去排那個地方 但我們這次也是沒有去的 然後那個地方我曾經有去過 我覺得它也是一個 就是蠻文青的一個散步的一個景點 就是它很多小店很漂亮 然後接下來呢 逛完新宿就是一級戰區 我覺得真的是一級戰區 這一次有超多的景點 澀谷區 對我們前天可能走了大概有三萬步 澀谷這一區啊 它的十字路口就是每一個 拍到東京的電影都會拍到的那個地方 對 那在澀谷區呢 大家第一個景點呢 會想到的就是明治神宮 搭地鐵呢是搭到元素站 那明治神宮呢 就是在侍奉明治天皇的 很難想像在一個 這麼繁榮的一個地方 在熱鬧的地方呢 裡面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森林園區的感覺 對 超大的 對 兩排的大樹 要走很久 然後走進去之後呢 一邊會有日式的清酒 一邊會有陽酒 那是因為以前明治天皇 他非常喜歡喝酒 而且他願意接受西方文化 對 所以就會有這些酒 那再進去呢 就是明治神宮 明治神宮也是一個 就是非常漂亮的一個地方 對 一個大景點 走完明治神宮之後呢 其實可以很多人會去表餐島那邊 繼續逛街 然後那邊呢 也是有很多 不管日式餐廳 美式餐廳都有 對 很多品牌 或是潮牌 小品牌也都有 逛完這一區之後呢 就再走到了澀谷站 那走去澀谷站的路上呢 就會有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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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品牌 想得到的都有 想不到的也有 對 然後走過去的路上也是有一些小山坡 對啊 我們有逛到有一條 那一條就是很多品牌 然後但是它是一個人形的徒步區 就很漂亮 對 就很好逛 就逛完這一間 怎麼下一間又是想逛的品牌 對 然後就又會走進去 知名的車衣品牌 RAFA也有在那邊站店 然後在新宿區呢 有一個新景點的 就是藍瓶子 它就是一個兩層樓的一個藍瓶子的店 這樣子 然後它裡面呢還有賣酒 對對對 晚餐會可以喝酒喔 那其實在澀谷呢 還有非常多的新景點 像是宮下公園 那宮下公園呢 它是在一棟建築物的最上面 那那一棟裡面呢 有很多吃的 對 然後跟逛街的也都有 然後它宮下公園呢 它就是在roof top 是一個非常適合散步的一個地方 但是因為它上面沒有那種遮壁的屏障 對 所以如果說在天氣熱的時候 到那邊會非常熱 所以 蠻建議就是在傍晚黃昏的時候 那時候去 對 晚上在那邊也是蠻舒服的 然後那邊還有一些滑板的場地啊 攀岩場地這種 嗯 會可以看到很多日本年輕人在那邊玩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會再走到 就是最熱門的那個交叉點 澀谷的十字路口的交叉點 對 非常多人 超多人在那邊停下來拍照 對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在拍照 三分之二的人認真在過馬 對 然後在那邊除了會拍那個十字路口很多人之外啊 還會拍那個109那一棟 然後還有那邊有一個公園 有一個中泉八宮的巷 然後在那個十字路口 周邊有很多建築物 那建築物上面呢很多電子看板 從早上的七點到晚上十二點的整點 就會有一支秋田跑出來報時間 對 螺絲3D的秋田 但是要注意時間就是七點 晚上七點呢 它是沒有的 然後在澀谷這邊還有一個新景點 就是Xubia Sky 然後記得如果要上到上面的話 需要先上網訂票 不然像我們去的話 票就已經賣完了 我們就沒辦法上到上面了 那那邊呢就是非常多人會上去 然後拍夜景 看一片的夜景 對 然後訂票的時候也是可以選大概傍晚的時間 然後就可以看到像是傍晚到晚上的景 白天的晚上這樣子 好那在東京這邊呢 其實還是有蠻多新景點的 像哈利波特隱城 那它的距離呢 那它的距離呢就會離東京市遠一點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要不要花這一天的時間呢 去哈利波特的這個移城 好那如果說你是對市區比較還好的話呢 我們也有推薦幾個東京的近郊景點 第一個呢是蓮昌跟橫濱 這兩個點在附近 我覺得這兩個點可以一起玩可以拍一天 那去蓮昌呢大家最知道的就是那個 灌籃高手的平調道 然後還有一個火車會經過的一個咖啡店 那在蓮昌那邊呢 有一個逛的人形徒步區那邊是非常好逛 然後還有一個蓮昌大佛 大家都會去那邊 那去完蓮昌之後呢 晚上可以去橫濱 橫濱那邊也有一個新景點 就是在橫濱那邊有一個纜車 你在搭纜車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橫濱的整個市容這樣子 除了這個之外呢 大家還會去一個橫濱的一個倉庫區 那邊就是很多個倉庫 然後你就可以在那邊一樣也是逛街的地方 那很多人呢 到了橫濱還會有一個必做的事情 你知道什麼嗎 看那個鋼彈 對 那個鋼彈很多人會去那邊拍 我也好想去 但是這一次也還是沒時間去 對 那除了看鋼彈表演動起來之外呢 那個真的是很酷 還有買鋼彈 沒錯 然後在東京的近郊呢 有一個我非常喜歡的 我們這一次去的地方呢 就是富士五湖 那個地方我們非常喜歡 還有香根那個地方 我們也是非常喜歡 喜歡湖泊 想要看富士山的話 想要泡溫泉的話 就可以到那裡去去 然後伊豆 伊豆半島也是個非常漂亮的地方 然後近郊呢 還有一個非常非常熱門的地方呢 就是清景澤 那個地方我們在幾年前 疫情前我們有去 那那個地方呢 就是大家會去逛Outlet 然後有兩個教堂 那兩個教堂 就是大家會去拍照 非常漂亮 然後那邊也是有一些景點啊 徒步區啊 很多人呢 會去那邊騎腳踏車 騎腳踏車很適合 就是一個很舒服的環境這樣子 還有一個近郊呢 是我們今天去的一個叫做 東武日光的地方 像我們今天去東武日光騎腳踏車啊 就搭了那個最新的 Special X的火車 超酷的 然後我們今天只要去騎腳踏車 那邊的路線也非常的好奇 然後騎到上面 還有一個高山湖泊 然後還有很棒的view這樣 到那邊還可以看到世界遺產喔 看我們東武日光的影片喔 好那還有一個 大家比較會去的 就是一個叫穿越的地方 那那個地方呢 就是江戶時期的老建築 然後也有老街這樣子可以逛 對那到那邊 大家會去一個叫做 冰川神社的地方 然後呢 很多人會去那邊去吃鰻魚飯 叫做小川局 好那我們這次 東京五天事業 或者是六天五夜行程 就大致上介紹到這邊 大家可以自己去把這些東西 當成一些主要的點 那再針對自己的時間呢 去做一些彈性的安排 那在這次的旅行呢 我自己最喜歡的是 在富士山的周圍 像是河口湖 山中湖 然後騎腳踏車 然後我還有最喜歡香根這個地方 雖然我們在香根住的地方 比較沒有那麼方便 可是我還是很喜歡香根這個地方 我也是最喜歡的就是河口湖 跟山中湖 那其實河口湖呢 我有找了非常非常多的景點拍照點 就如果說天氣好的話拍照會非常的漂亮 但是因為我們這次呢 碰到颱風 看到的就是白茫茫的一片這樣子 不過我一樣 我也把這些點都打在下面 然後在香根的話呢 我們住的那一區 我是覺得我們那邊真的是比較不方便 我會建議如果說安排香根 想要住在盧氏湖附近的話呢 可以住在有便利商店的那一區 那一區的話 晚上就會有比較多東西的選擇可以吃 然後在東京市區我是蠻喜歡淺草這一區的 覺得蠻方便的 搭車到哪裡也都不太需要轉車 然後相較於澀谷啊新宿那一區 也比較沒有那麼的擁擠 那我們這一次的東京五天四夜的行程分享就到這邊 那希望對正在準備自由行的你們有所幫助 那也希望你們會喜歡我們這支影片 那如果說有需要用到eSIM的話呢 在下面我們也會放連結 然後還有我們的折扣嘛 然後在微訊的官方粉絲頁也不定期會有活動喔 好那希望這支影片呢 對大家安排旅行上面是有幫助的 那我們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分享 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拜託拜託 掰掰